今次最特别的就是用了很多以前监狱风云的演员 例如江哥、黄刚亮、驱哥、何家驱、鬼王、徐锦刚 很多都是在《监狱风云》一、二出现过的演员 大家熟口熟面的都会在《一辱一世》界里面翻出来 怎么样 郭哥想问这个角色你是做什么 这个角色是做监等 你傻的 你 这个性格是不是很火爆 我不火爆怎会坐牢 司徒似乎是监仓里面一个势力分子的代表人物 他的处理方式看之不合理 但是又似乎很有原则 要是你即場队里面 要是你赔回亚非烟给你 不就这样算 但是原则又可改 会令到大家觉得很游利 不知道怎么办 喂 江浪昌布置了 你买个鬼队 大狂褥力在压倒一齊人 我的角色叫野狼 坐了很久去监狱的犯人 就跟着试图找人 大佬做什么 我做什么 平时表面是稀皮笑脸 最开玩笑 嘻嘻嘻嘻 但是一有什么起上来 一其实是最浪的方便 如果我们找到徐锦刚 来帮我们做浴掌 你说那个威严有多强 因为他一着起那套衣服 一戴起眼镜 这个浴掌的名字 就叫做鬼王 我以前加入风名的 叫鬼剑衫 我觉得 或者有他的共同之处 是不是信任我 冷脱 我做一个浴掌 除了徐锦刚刚 我的头之外 我差不多是 他长期戴着 太阳超褥蜜蜜眼镜 但是他一脱蜜蜜蜜 就会发烂打人 可以说我露亲不认 我不是做监等 不过在监仓中 做一些 在弟弟那里 跟他商商一些小猪 我比你还要生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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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之主 当然是剧本 活该死 我第一次是说粗口 我在电影里 都没有说过粗口 现在说不说 对 都还挺鼓曲的 两粒化的 对 我的角色的性格 就比较沉默的 对着犯人 会有感情放在那里 他会用了一种 人性化的处理 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试 如果我没事情 你又不是太过分的 我会放过你 哪些是好人 哪些坏人 我分得很清楚 這個角色做了一個廚師 因為我們有個飯 就給了我一點點東西 我幫他搞個生日派對 只想兩道好吃的東西 去拿回一點點著信 這次是所意思一樣 又是大麥克風 又是一樣的 現在見到兄弟 像以前一樣 每億炸炸你 這次是違憾 我本身有問題 如果好一點的話 多拍幾個人 大麥克風到今天 在我們那部電影 留下了他演藝生命裡 最後幾筆的印記 我們都特意在片尾 將他精彩演出 剪下來 讓大家原汁原味 聽回他當時 大家就會見到 其實他真的都幾精神 人的東西說不上 好好珍惜 好達叔話說